机动室卫生局长张贤正以及消保官、庄会员 连同动物保护防疫所等人员 特地到蛋行以及烘焙制造业等地点 进行联合机查到9月18日为止 并没有发现违规或是坊间民众担心 有巴西进口蛋品还在架上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机查的过程 也有我们的消保官 还有我们的动物保护防疫所 一起陪同我们做这个专案的机查 那截至目前我们机查过的这些店家 并没有发现进口国是来自国外的 包括巴西或其他的进口国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因为中央揭露的资讯并不完整 所以基隆的厂商如果是来自大盘 虽然那个大盘是可能是国内的厂商 但是大盘的更上游会不会有进口蛋 等等这些资讯是不完整的 所以我们也在9月18日星期一一早 发文给农业部还有中央续产会 请他们提供我们 有没有进口蛋进到基隆的店家的名单 再加上中秋节即将到来 作为月饼及饼干重要材料的鸡蛋用量 也跟着增加 这次联合机查也是持续为了市民朋友时的 安全把关的实际行动 我们机查的店家也包括这些高饼业者 那基隆比较大的几家高饼业者 我们都已经看了 那我们当然不是只有看他做成的成品 我们都有进到他的后厂 也就是他生产的过程中 使用的不管是鸡蛋或者是蛋液 那他的上面的标示 或者是他的进货凭证等等 这些我们都已经足以确认 所以根据我们目前能够掌握的资料 那我们清查过的基隆这些比较大的高饼业者 他的蛋的来源 目前都是国内的蛋 那后续如果有更多的资讯 我们也会再做重复的确认 就是刚刚讲的 我们期待中央给我们更完整的资讯 或者是透过其他县市的清查 有更多资讯的时候 我们都会重复确认跟把关 鸡茶的重点包括蛋品品名产地 及有效日期进货凭证 负责厂商的资讯 以及鸡蛋外观有没有破损或脏污等等 确保民众不会误买误用 有问题的进口蛋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